要解决一下 SOP 要处理一下 有一点点花彩了 现在要索得日文后任务 一开始的互相拼的探访 虽然说会有重要 但是对方的这个套光 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选手 我看到教练可能都会给我们全手的这个方式 就是为了把全面太干燥 然后褶太干燥擦在脸上 然后受伤 但是呢实际效果呢 也是看到这个 我学生的这个褶 是擦到这个角度啊 更加容易擦伤对方的脸 所以说这样做一个紧急的处理 但是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我们的这个年轻学生招呼 就继续在这边 因为这个全球语言的这个方法 他其实是一个无力受伤的部分 尤其是在这个股间啊 真正的这个提包股 你的美股下面就是薄罗里肠肌肤下面有股 所以下面既没有蚊骨 就是也没有这个肌肉 所以呢 就运通运撞 对啊 受伤 好 再继续回来的话 张果打得很凶 还用了一下前套的组合 对方的后手拳打击 还没有打到 连续的布局的分板 现在我们的布局手打得有点撞 对啊 现在我们的布局手有一点点 这个感觉到组合 5 2 3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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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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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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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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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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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在这个比赛上的比赛上的比赛 如果张博在这种比赛上的比赛上的比赛 他有一个比赛上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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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方的后手板进来了 他有一个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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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的步伐开始动了起来 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步伐还是有点笨重 这个比赛上的比赛上的比赛就调先去了 对方用前手拳去打张博的时候 还得把自己的重心往下摊得多 这个 盟武队这么一直摊 但是这个球权 和服装的动作 当处是他跟着 这一个动作比较多 容易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速度很大 好 跳起来了 再来 再来 把他控制在距离之外 这平常要距离多分之外 控制到距离 这一个前手前依然是效果 反观 这个张国人多多批准 太好了 在对方进攻的时候 对 这像李健老师说的一样 他在进攻的时候露度太大了 所以张国人找到这个机会 延续的一个左右手 打到对方的这个下 前面上 这个继续的破坏 有一个后续